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胡子 今天的话是拿一个新款的胶带余文乐底痛拿 全金的 拿过来南山这边送给一个表友 这个表友是他哥 前两天找大胡子拿了一个绿水鬼 就新款的世代绿 然后刚好的话 他看到现在余文乐价格 最近是掉的挺不错的 然后就直接当场就留了定金入手了一个 现在话不多说 先给大家了解一下新款余文乐 他有什么更改外观上面还有功能上面 现在直接拿进去 好了 先来给大家了解一下 这一个新款的未使用品 全金胶带余文乐底痛拿 来 我们拉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从正面的外观上 它的差距主要就是在刻度方面上 刻度它荧光刻度的围边 它采用了香槟精围边 原来的话它就是K色的围边 然后还有陶瓷轩的外部 它也使用了香槟精的围边 原版的话就是旧款 它是没有的 基本上正面的差距的话不大 但是总体来看 可能这样看的话 立体感会足一点 就显得它盘面会稍微大一点吧 然后再看一下 它后面的扣子的话 已经是采用了潜航者系列的扣子 就是原来的话它是那种只有半截扣的E-Z-LIN 但是现在的话我拉开给大家看一下 就稍微比旧款的扣子长一点点 好的扣子已经是拉开了 这个是部分膜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后面这边 后面这边拉近距离给大家了解一下 它是采用了水轨系列的伸缩扣 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会有两截扣子的伸缩距离 然后会对比旧款来说的话 它新款主要特点可能是除了陶磁圈加了金属边框 它这一边应该就是为了方便一些表友吧 它就不用去劳福那边换新的胶带 它就可以通过这个伸缩扣去调节那个所为的大小 就不用说你只有两格的伸缩距离 然后要经常去劳福那里换那个胶带 这样子就会方便很多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这个手上带的这一个是23年8月卡的 剑金GMP新款的 这样子带还是感觉不错的手感 我觉得相对于旧款来说 无论是旧款的话那就是没法比的 相对于其他剑金杀式圈呢 还有剑金水轨 我觉得这个都是稍胜一筹 首先它五珠带的话显得更鲜亮一点闪亮一点 现在这一个行情的话13万多 然后现在全新14万出头都可以拿得到的 好了这一款新款的余文乐它新款外观上面的区别 也给大家介绍完了 然后顺便再说一下最近劳力士还有爱比的行情吧 因为我最近有标问的最多就是劳力士还有爱比的 百达斐力的话就倒是没怎么了解 先说一下劳力士吧 劳力士的话它最近新款的话都是调的挺厉害的 像余文乐像这些迪通拿系列的 就交代迪通拿系列的话余文乐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出给这个表友的话是36万3 那按今天的价格来说应该是挺好的 现在是27号 那前天出的卡就是当天卡了 然后刚好这一个手表也是这个表友生日的日期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其他的话 那当然这个系列它应该是余文乐 余文乐这个款它新款应该是算是最高的 如果是新款你去到香槟精盘面的 香槟精盘面调刻度的话 我看到20多也有的了 其实说应该是差距不大吧 它甚至可能比旧款还要稍微便宜一点 无论是全金迪交代迪这些 但是相比它黑杠迪还有熊猫迪的话 因为是算是终端消费的主力吧 这两款应该是也比它稍微相对其他全金系列受欢一点 所以的话黑杠迪的话 现在行情还是要去到23出头或者23左右 熊猫迪的话还是 24大都可以拿得到 如果是旧款的话 站的比较稳一点怎么说呢 因为它全新新款出来了 消费的受众群体不多吧 不太喜欢它那个外圈带了这个金属圈 所以好多表演说 虎子哥现在20万以下能不能搞到 22年或者23年的二手熊猫迪 我只能跟你说应该是达不到的 如果是1920年的新卡或者新旧卡交接点 那个日期的话应该是没什么毛病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现在21年到22年的话 应该是20万大到21万出头 这样子具体的话还是看橙色 然后像其他水本系列GMT的话差距不大 就一两千的差距的话大家就不要纠结太多了 然后还有其他的像爱比这些的话 爱比它掉的多的或者掉的区间大一点的 就是那个新款的15510系列的 听说我看到一个是黑盘 黑盘那些比之前三个月前是掉了3万左右的行情 主要是因为这两款这几款太难卖了 新款50多年那些怎么都已经可以掉到30万的差距了 像之前既卖那一个也是本来是蓝钢王那一个款15510 本来既卖的价格是在33到34 然后后面被别的同行30出头直接收了 然后所以现在这个价格也说是没办法 对于表友来说可能会尽量少亏本一点 对我们表商来说也是不用自己的本的话 那就能出就出了 但是确实这个价格也砍得比较狠 其实中股表它受行情的影响不大的 就是无论是行情大涨大跌 因为它中股表已经是停产的了 基本上只会说买一只少一只卖一只少一只这样子 所以只会说越来越珍贵 就没有说那你行情大跌了 然后我这一个应该也会掉不少吧 其实它就不大影响不大吧 只能说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建金蓝建金黑这个例子吧 它全新的话是铁定式超空价的 除非说你一动同行价拿到便宜货 然后它二手二级市场的差距有21年左右吧 它应该行情能跟全新差到接近2万的距离 所以这个差距就有点大了 然后你再大家再参考一下它旧款的 你之前的话你新款的大涨大跌 你就算旧款的话它售的差距也不大 也就个怎么涨怎么跌也就差个五六千这样子吧 就不会说像那一个新款的建金蓝建金黑 能差到一两万的距离 就是行情涨跌没有这么大的受影响不大 其实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像这一个 建金GMT它旧款吧 它就版单那一款 你怎么拿全套怎么也要接近就八大万吧 八万五以上这样子的区间才能拿得到 就大家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应该是市场购买力低 然后出货量少 但是它供货量大 所以导致这个市场行情的话就慢慢降了一点 就没有说哎呀什么天塌什么之类的 天塌的事情或者大跌的手表行情 你觉得表商会做出来吗会卖得出吗 肯定是谁都不想亏钱 也想赚钱肯定是咬死价去卖的 所以说什么天塌什么之类的 那都是吸流量的 所以就算它现在新款了 就迪通拿什么之类的 新款它使定掉 但是它影响旧款的行情并不大 大家也可以理解为两三千的波动算是正常范围吧 就跟你平常拿个全新表这样子 它或多便宜一点或少贵一点 其实就是差不多这个波动就不会说一个表可能会掉个一两万 除非是新款吧 它就反而是很少会存在这样子的 因为它基本上它就出货的成本就是定了 定在这里了 除非是说大行情掉了 回收的话可能会有一点点影响 因为你回收的话 大家表商都觉得 现在行情新表都那么难卖了 那我就表要回收你这些二手的话 那我肯定要压低一点 我才敢收啊 不管的话那我利息成本也得亏对吧 好了这期视频也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表有什么明表行情资讯呢 或者购买建议都可以随时联系大户者聊聊天 唠唠嗑 拜拜